南台南家福辅助多年的学子毛慧莹及张宜轩 双双考上成大教育所建筑所硕士 而新春期间逢大学学车放榜 南家福辅助的对象共有15名高山学生应考 其中4名学子成绩达60级分以上 5名达54级分以上 渴望进入国立大学就读 南台南家福中心今天邀请这11名成绩优异的学生 除了由主任刘淑慧亲自为毛慧莹、张宜轩披上彩带外 还分别颁发5000至3000不等的奖学金 鼓励11名学子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 能更积极努力议员梦想 他们都是在这一次不管是研究所或者大学 那都是我们觉得我们助学有成的一些孩子 那其中有两位呢 一位是成大建筑所 一位是成大教育所 那两位孩子都是长期在家福这边 我们有集合了好多的助学人 那一路陪伴他们 那一起迈向前的孩子 那果然他们努力 那这个有成 那其中有一个孩子 他还读大学的社工 可是他觉得他还能够 陪伴孩子的过程 还能够有更多教育的这个理念的学习 所以考上了今年成大的教育所 那我想这个孩子 一路的表现都非常的优质 那我们盼望能够继续栽培 以相当优异的成绩 考上成大教育所硕士的毛慧莹 从小就因为父亲时常家暴 之后父母亲离婚 由妈妈独自抚养四名侄女 及年近90岁的竹母 毛慧莹说 她因为知道贫穷的可怕 但她也谢谢贫穷 让她比一般人更努力学习 感谢南家福 协助她一路帮忙申请奖助学金 让她能好好读书 平常她也会时常为南家福 帮忙接待外宾 考上成大教育所后 她希望未来朝向社工方面发展 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最先要感谢的是家福中心 因为它让我学会 感谢自己生命的贫穷 因为这个贫穷 它让我知道我要多努力 然后为什么要读教育 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曾经被放弃的孩子 就是因为我不太会读书 坦白讲我国中的时候学 那时候分数只有十七级分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读那些 有名的学校 然后家福他们没有放弃我 他们仍然让我申请奖学金 然后一路走到现在 所以我很感谢教育 很感谢家福 还有就是很感谢愿意帮助我的人 然后让我愿意想要当一位老师 这次学车考了六十四级分的郭秋文 也是从小接受男家福的帮忙 因为妈妈遭受病魔折磨 为改善家中经济 立志以医科作为第一目标 希望能够投入医界 学得一技之长 帮助母亲抚养辛劳的家庭 就是家福会帮助我 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很多事情 就是像不管是我们在学业上 然后他们能帮他们 我们都会尽量 就是帮我们找管道 就是申请奖学金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生活上 他也会帮助我们 就让我们不会 就是因为烦恼家里的经济的问题 然后就影响 就是太影响到我们的 课业的表现 我现在是以药学系为目标 然后就是可以的话 应该是家药药学系 然后就是如果 就是还在考虑 会不会再考第二次 男嘉福同时也邀请考上 陈大硕士的张仪璇 毛慧颖两人 为其他人做心得分享 借此勉励他们积极提升 自我能力 勇敢追梦 不让贫困的家庭给打倒 努力掌握自己的人生目标 记者黄俊怀才能报导